美国空袭扎实伊朗军事领袖苏列曼尼没彻底撕破脸 伊朗国会议长直接点名美国总统川普惹火伊朗全国上下 跟语代威胁将带给美国痛苦的代价 伊朗国会更指控川普下令猎杀圣城部队指挥官苏列曼尼是恐怖主义的军事行为 让美伊兵临开战边缘 伊朗政府周日透过国家电视台宣布将不再遵守2015年核协议限制 包括浓缩油的产量以及核子研究等 可能扩大发展核武进一步威胁美国 伊朗民众相当愤慨誓言要报复美国 而被世卫军事英雄的苏列曼尼遗体5号运回伊朗时 透过空海画面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吊咽 不少人更是眼眠痛哭 伊朗威胁要以军事报复并点名35个美国在中东重要的据点 包括美国军舰常通过的河莫兹海峡以及波斯湾 都在伊朗的攻击范围内 川普不只回呛已经瞄准了52个伊朗文化资产地标 最新的推文跟威胁可能会以不成比例的方式迅速反击 还挑衅着说这类的法定通知不是必要的 尽管如此还是给了 川普似乎暗指美方箭在弦上 美伊隔空较劲 战争似乎已出几发 不管是伊朗伊拉克 这个都是过渡时期的 经常会发生这种事 当美伊开战的时候 那我们的整个经济会随着 美国而做变动波动 股市是会有影响的 看到盘面上各股一片绿油油 指数更重挫超过百点 耗子里的股民们心情是大受影响 就是因为美伊冲突升温 为全球金融市场投下震撼弹 外资在台股也开始启动避险操作 不只对于全职股进行调节 也将资金转向黄金 VIX等相关避险资产 对于社会油价上扬的概念股也积极买进 力求在不确定因素中将冲击降到最低 纵然不会有战争的行为 这是最坏的一个情况 那就算不会有加 这是一个紧张来说的话 我想对于油价 对于这样的一个经济形势 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印象 所以说看得出来 外资似乎有一个在稍微出脱的 在外资买盘缩手下 加上市场不安情绪高涨 也让台股呈现开低走低格局 电子金融两大主力熄火 也让盘中跌幅扩大 失手一万两千点整数大关 电子三雄中大力光盘中中挫3.79% 台积电鸿海也同步走弱 受惠油价上扬的台速化等速化类股 成为盘面亮点 其他像是康纳乡 毛宝等防疫概念股 则受到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 股价表现盘中继续攻上涨停板 像黄军啊 或是像是油 这个原油相关的一个期货的部分 甚至在这个台子期的部分来说的话 都会成为一个避险的标的 那再来就是说可能像台出四宝啊 或者是一些相对低位阶的部分 这类股可能在一个 第一个就是位置相对低 那可能也会容易吸引外资 成为一个避险进驻的一个买盘 就要留意说外资有一个汇出的风险 那这样子 1万2这个关卡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要有一点关心 就是说可能他未必能够去做一个完全守住 市场不安情绪上涨 让台股失守万二大关 不过法人点出 近期公股买盘力道持续做多下 能否让指数重新收复多头信心水位 将成为市场关注焦点